Hello 大家好 隔了兩個星期 今天是星期碼又回來和大家見面 今集的內容方面有些新就有些舊 當然大家看著旁邊這一條巴 都會知道今集的內容會主要講到些什麼 這個節目其實我自己都十分之希望 可以繼續繼續拍下去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希望大家除了本地 每個禮拜那兩次賽事 禮拜三、禮拜日的接觸賽事之外 都可以更加了解一下全球各地 不同方面的關於賽馬方面的資訊 全球疫情方面大家都很多還在搏鬥 不過就差不多叫做全部的國家 都開始恢復賽馬賽事 踏入了10月有一個地方 也是重開了賽事 說的是武漢 武漢馬場當然就是在中國大陸來講 數一數二最大型的馬場 而當年有一段封傳 一些中國賽馬的片段 也是在武漢馬場發生的 不過其實說真的 當地現在來說 那些賽事的質素 馬匹的質素方面 其實都已經是不斷不斷地提升 在剛剛今個月 10月1日的時候 武漢的賽事也都是重新開始 當日開羅的日子 有四場的叫做純血馬賽事 即是我們平時看的普通賽事 平地賽那些純種馬賽事 而剩下一場就是跑當地的叫做伊犁馬 我們就可以看看當地的排位表 我們選一場來看 就是頭場的賽事 這個圖表就會見到 圖程方面 1949米 1949 就跑沙地的 開始時間就會是兩點半 其實當地武漢那邊 都有賽馬直播 大家如果有興趣 或者有機會都可以去看看 他們也有一個微信戶口 如果大家要用開微信的話 都可以去關注他們這個微信號 叫做東方賽馬 這個東方賽馬 跟香港那個不同 這個就叫做東方賽馬 所以大家就不要搞亂了 始終兩者的質素都差很遠 好就回到正題先了 看回今場的賽事 其實看到都真的厲害 有齊14隻馬出賽 都有多少馬去參賽 當地東方賽馬 除了出這個排位表之外 都有每一匹馬的一個簡介 一個簡評 這個內容讚寫的方面 就是我朋友花和尚 他的真名叫李文 由他去讚寫的 大家看看 1號馬就叫做金藥士 原來他來中國之前 就在日本那邊伏擊 也可以馬上搜尋一下 原來他以前的馬就叫做 Overwamp 就在地方馬場那裡 贏過三圈 但也試過在中央馬場那裡 入過一匹 2號馬就是 2018年的武漢馬王 厲害 3號 都厲害 以前來中國之前 就在愛爾蘭那邊跑過 當時叫做Archraf 就是阿加漢的馬來的 其他馬匹方面 沒有什麼大大特別 如果和大家看出賽馬的父系 那方面 他們的老豆 其實大家都會很熟悉 很多在香港都會見過 例如 見到有Street Cry Declaration of War I am Invincible McPhee 等等等等 講多無謂 我們馬上去片 看看我朋友花和尚 怎樣去call這一場賽事 比賽即將開始 好馬匹出發 我們可以看一下中國比賽 出發了沒有 網上大家現在排在比賽前面的 我們可以看到 綠色彩毛的大人 6號馬 華宇雄排在了比賽最前面 我們說將近2000名 大家的步速都不是非常的快 大家都在看找機會 在中間可以看到 就是二號馬 華姓天才也是排到了本場比賽 最前面馬匹即將第一次經過終點 還是華姓天才排在本場比賽第一位 第二位是6號馬 華宇雄峰 第三位我們看一下就是二號馬 燕春金冠 馬匹是第一次經過終點 開始走第一個彎道 在這後面可以看到有紅色彩帽的 就是一號馬 竟然是本場比賽 排在本場比賽的中間 它現在位置非常好 在這旁邊可以看到 是紫色彩帽的 就是八號馬 赤焰飛沙 馬匹還在國安 現在可以看到依然沒有變化 藍白彩帽相間等 十二號馬 華姓天才排在第一場比賽第一位 在中間可以看到就是橙色彩帽 我們看到九號馬 富安神聚 再往中間可以看到 是藍色彩衣藍色彩帽的 三號馬 即將是排在比賽的中間 馬匹來到了後面 經過了1200米的幹位 現在還有1200米要跑 我們看一下中間 在這灰色彩帽 就是七號馬 永不休排在比賽的中間 在這旁邊可以看到 就是剛剛說過的九號馬 富安神聚 再往後面可以看到 就是白色彩帽的四號馬 星光大刀 玉龍馬匹的馬 排在本場比賽的中後 但是標籍還有很多的 路程要跑 還有1000米要跑 我們剛剛跑了一半 再往後面可以看到 有黑色彩帽 就是五號馬 永江追風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本場比賽後面的幾片 有黃色彩帽的 18年的武漢馬王 彥春金剛排在倒數第二位 還是有機會的 再往後面可以看到 就是粉色彩帽的 十號馬奇雷 好 已經開始過最後一個彎道了 現在是三個馬位領先在前 就是紅色彩帽的 一號馬金鑰匙 排在本場比賽的最前面 七彩帽還有追的機會 再在緊接之後 可以看到藍色彩帽的 三號馬吉祥使者 現在是越來越快了 七彩帽還有機會 我們可以看到 在兩個馬位之格 排在本場比賽 第四位的是 白色彩帽的 四號馬星光大道 好 最後的一個彎道已經轉了過來 最後彎道轉直到 本場比賽排在最前面 一二沒有變化 紅色彩帽的一號馬金鑰匙 排在本場比賽最前面 領先八個馬位 七彩帽還有機會 旁邊就是藍色彩 一藍色彩帽 三號馬吉祥使者 最後的兩百米 我們看一下 吉祥使者已經抄了過去 兩百米 一百五十米 我們看一下吉祥使者 十字彎角色的排在 比賽最前面 七彩帽還有追的機會嗎 沒有了 最後的一百米 三號馬吉祥使者 排在比賽最前面 兩個馬位 三個馬位 拿到本場比賽冠軍 中國杯的冠軍屬於 三號馬吉祥使者 武漢賽馬 我們回來了 剛剛都看到 其實有不少的馬匹 都是由外地 服役後 就去武漢那邊繼續服役 其實香港也有不少 曾經在這裡 服役的馬退役後 去外國那邊重新出發 我之前都介紹過一些 退役馬的退休生活 給大家看看 今集就想和大家說一說 三隻曾經在香港服役的馬 到底看看他們現在 在澳洲方面 跑成怎樣 有什麼成績 第一匹就是講到 加州金礦 這匹馬本身在香港服役的PP 在2019年初出 跑過一場第三之後 很可惜 因為一些傷患的問題 所以就要退役收場 一匹那麼有潛質的馬 經過馬主幕後一些 悉心的照料之下 找到澳洲的一些醫生幫了手 然後就在今個星期那邊 復出 就跑到第二回來 都真是幾神奇 因為都顯示給大家看 加州金礦 他的鬥心 其實都從來沒有熄滅過 順帶一提 這場賽事 加州金礦 跑第二 頭馬Frizz Factor 馬主方面 也是香港人 大家最近都熟悉 就是勁駁的馬主 第二匹就要講到擁抱所愛 這一匹馬就可能大家對他的印象 比較深刻一點 因為都講到 始終是曾經跑谷草 千二的賽事 是贏過兩回合的 然後也是很可惜 因為一些傷患問題 就在香港退役了 然後這一匹馬其實 都是轉了馬主 役了手 就由現時的連馬師所擁有 擁抱所愛現在的前速方面 對比起以往在香港的時候 其實都沒有什麼太大明顯的退步 都是這麼快閘 都是這麼有速度的 這一匹馬 就試過在澳洲那邊 就長長都是放頭的 但是就試過 就是整天都是最後放到散了 所以最後 經過一個六次的嘗試之後 這一匹馬終於都在八月的時候 贏到馬了 然後再出跑過兩場 都可以入到頭四名 包括這一次 上個星期六 在南域馬場那裡 跑一場讓賽 都可以跑第四回來 成績方面就算是不錯了 第三匹就要講到起裝寶 這匹馬本身就是英國一級賽頭馬來的 來到香港服役之後 其實都表現方面是超級極之失望 跑過十八次 贏都贏不到 只有兩場有個上過名 跑過第二 起裝寶就在香港退役之後 回到澳洲那邊 經過一輪的康復活動之後 終於就在今年的時候復出 上一場見到他出戰一些香膠的賽事 可以跑到第二名 看見都算是挺開心的 今個星期大賽方面 都是集中在澳洲 先跟大家講講蘭域馬場 重頭戲就會是這場 2000位一級賽春季冠軍錦標 上屆的冠軍就是Shadow Hero 也即是現在來到香港 E56包裝永成 今場賽事的焦點 就會是Love Tab 這部分就是大閻碗 很特別的 就是他暫時來說 四戰都全勝了 還沒輸過 而且上一場就見到他 越放越勁地贏得馬回來 今次再增情 跑多200米 看看可不可以幫到總馬Tapit 在澳洲迎來第一個 一級賽頭馬 另一邊箱 巧菲爾德馬場 都有幾場的大賽會上演 先跟大家講講 一級賽巧菲爾德錦標 這麼長的焦點 就會是Russian Camelot 上一集的 今天是星期馬 都跟大家提過 這一匹馬到底有多厲害 結果上一次就很輕鬆地贏到馬 今場增情跑多200米 對隻馬來說 照計就會更加合適 而這一匹馬 亦都在今個的嘉年華裡面 成為一匹明星馬 下一場就是跑2000堅里 基本上大家也可以看回 Instant Celebrity上場是怎樣贏的 他那種霸氣 都真的不簡單 這一場賽事 他亦都很大機會可以再贏 然後就到去巧菲爾德堅尼 這一場賽事也挺有趣 見到有幾多在悉尼過來的實力馬 都是抽到外蕩起步 所以這一場就真的是一個比較亂局 我認為 相信賽果方面 都未必會是真的 好像可以預期那麼正路 主場馬Tagaloha 就是龍王的兒子 今場抽到內蕩 可能最好處的那隻馬 就會是他 而巧菲爾德馬場 當日的最後一場一級賽 就是杜勒洋賽 亦都是一場非常軍事的賽事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一起研究一下 之後就跟大家講講英國各方面的賽事 今個星期的一級賽 都是一些兩歲的賽事 杜河斯特錦標 這一場賽事今屆的參戰馬 實力方面都很接近 最想跟大家講一講 就是其中一匹馬 叫做5,000 to 1 就是由King Power擁有 大家看名字都可能明白當中的意思 就是紀念當年 李斯特城贏英超 在季前的賠率 其實就是5,001倍 所以他就叫這個名字 挺特別的 這一匹馬暫時跑過三次 成績方面的1 win 2匹 都不算太差 富系是范高爾 看看能否幫King Power 可以贏到第一個英國一級賽冠軍 最後就跟大家講講 新加坡 同樣都是說King Power的馬 他們那隻的部長 將會出戰一級賽 來伐是杯 這場賽事 就會是三冠頭關 參戰馬方面 當然是星光陰陰 但很多馬都大家都熟悉 化爾恩仇 看到最近就由 克萊門馬房 轉到霍卡馬房 上場熱身 跑第三 今場就真的看看 看一隻馬可不可以轉馬房 轉到一個新環境之下 可以贏到他的第一行一級賽頭馬 另外又要對著那兩隻 那對馬 右保右 聖騎士 聖騎士 上場跑打比 增程上去 反級右保右成功 不過今次又縮回來跑1600 會不會又是被右保右贏呢 都很值得大家去看一下 今個星期日 沙田馬場上演十場賽事 當中有幾隻PP初出 值得和大家簡單講解一下他們的背景 先和大家講一講 第七場這一匹的南區有 富系 Tornado豪華房車 最近方面 都開始有很多馬來香港服役 目前來說 暫時 最近那一匹 就叫做幸運快車 它的GSP方面 一定是不高的 因為始終是一個新的總市 而由它那個Doxage Profile顯示出來 都是屬於一些1000至1800都合適的馬來的 甚至乎可以再增程 看回南區有 在外地出賽六次 當中贏了四場 雖然都是我喜歡一些NSW的賽職 也就是在新南威爾斯那邊出賽 但是如果看回南區有 當時去到跑欄域 就會跑得差一點 這匹馬 大家看看最近那兩棵C集 莫雷拉騎上去 都很明顯想嘗試教一隻馬 看得出 莫雷拉對於這隻馬 都是挺有心思的 今次出賽的時候 南區有 莫雷拉停賽 就由蔡明少去拆劇 本身隻馬的跑法來計 在澳洲的時候 擺前或留後一點的話 都是沒有問題可以應付得到 最重要 就是今場抽到一檔給它 絕對是一個很關鍵之處 如果南區有到時可以貼實條欄順跑的話 今場絕對是有機會在這裡 第二隻就是和大家說說 健康愉快 都是來自羅富全馬房 就會跑第八場 這隻和南區有一樣 外地賽職方面 都是NSW的賽職 不過就真是堅強 所以評分又會高一些 一來見到它在欄域贏過 二來差不多它每次出賽的時候 都被捧成當地的大研碗 亦都顯示到 證明到當地的人士都會覺得它是有機會 第三其中一場就是輸給一隻吸制賽分子 輸給FUNSTAR 都是一個挺刺激的賽職來的 而第四方面 本身健康愉快來香港之前 就是由斯洛敦訓練 看到很多由斯洛敦訓練的PP來到香港之後 都很快可以交到表現出來 例如以前有當家豪王 加州得順等等 健康愉快試襲方面 都是叫做非常之對版 唯一的關鍵 這次都是揹著重磅 但如果賠率方面不算太過熱的話 都可以試試帶著插進WINPAY 第三隻和大家說的就是電信巴打 這隻就不需要太過詳細 但在賽職方面 都是NSW的賽職來的 不過這一匹馬 我就認為跑谷草方面會好些 甚至乎泥地就會更加好 但如果今場賽事 賠率方面比較冷些 都可以拖一拖 因為看到這隻馬 其實現在的狀態方面 不算是太差的 只要賠率夠冷的方面 就可以試一試 不過我就會暫時等它跑谷草泥地 記住谷草泥地 電信巴打就會比較合適 最後一隻 就和大家看看尾場 星運藍雀 來香港之前 在紐西蘭當地服役的時候 都是一些超新星 不過來香港之後 功夫方面 曾經斷過 暫時可能都不用跟進 但如果又是那句 計算賠率 如果夠冷的話 都可以試一試拖 這隻馬又是 去到跑谷草的時候 可能會更加好 大家可以暫時記住它 先預先 慢慢再看看何時才入手 可以在賽馬筆記寫下 等它跑谷草的時候 我才會留意它 好 今集的今天是星期馬 先說到這裡 下星期五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